未来新华斗士官边 原本作为国民党新华民众 博物社的台南新华军公会等 给持户累累率建立以后 文化教肆利用2500万的金费金收 未来会作为新华青少年斗士官输用 来面几位有各套空间 就有望的地方讨论设定 现在外观已经较好完顺的面目 真存来报真学部分 有定在九月中的档转报完工开用 为了新华斗士官边 原本作为国民党新华民众 博物分析台南新华军公会等 第一件由持户收回 来为理事建立以后 现在文化教利用2500万的金费 为1505年8月开始建设 并且警告老乡批准消息的文明中新费后 为了一种作为新华青少年斗士官输用 我们原本我们图书馆这边 就是因为空间不足 那刚好这栋建筑物是在我们图书馆的一个旁边 所以我们才想到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增加我们图书馆的一个空间 那也减少我们图书馆本馆这边 一个书籍的一个负载量 另外厄科长表示 为了方便请少年处理和管理 图书馆是为一楼建策一条糟容 趁烊到公会等 来在几岁五千年外土区 准万区及特伦 一个小型的舞台区 座一的一碰一等了一套为主 让青少年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外套空间 那里面摆设的就是一些相关的青少年书籍 跟一些整个可以展演的一个小空间 里面的话有一个小舞台 未来如果说他们也要办一些青少年相关的活动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比较舒适的一个空间 在经由台湾市文主处调查 自疫旧控制年 几岁公会等兴建开始 台湾国地仍有六十二座公会等 其中台南占有八座 不过到现在这一座两座 新华军公会等是其中之一 不知外观文明已经辉合万素明茂 这座来报经税不分 5.9月中台湾全博万港K用 记者小剑微信花枯彩虹不得